猛猛唱堂詩 傳說中 嫦娥偷吃了厚意的長生不老藥之後 從此就飛到月亮上面 就住在那裡了 不曉得嫦娥一個人住在月亮上面 會不會很孤單呢 有位詩人幫嫦娥寫了一首詩 我們趕快去聽聽看吧 呢 alguna 零耀 碧海 晴天夜夜行 绿木 屏风 竹银山 长河 锦锣 小星辰 长额 银灰 头零耀 碧海 晴天夜夜行 这位诗人觉得 长额应该非常后悔当初透视的灵药 所以才会一个人孤单的在月亮上面 布丁姐姐觉得 如果是我一个人在月亮上面的话 一定很无聊 因为我最喜欢找朋友聊天了 不过如果可以上去月亮上面 跟长额一起聊天的话 哇 那真是太棒了 你们觉得呢